为了让古文物下乡拉近和民众距离 国立故宫博物院近年来推动典藏文物书维画 最近更结合4K超高画质影片和VR实镜等技术 在台中港区艺术中心举办一场以书法和绘画为主题的新媒体艺术展 把唐宋书法名家的作品给以盈利题化 让民众有生理其境的感受 体验诗词书画的新魅力 舞者姿态优雅舞出肢体线条 展现自信美感纤维活动来暖场热身 来虎你要不要要求我们的小翠一起来到台前好不好 台中华伯吉祥物来虎和故宫吉祥物小翠齐先生 和台中市长林佳荣立法院院长蔡奇昌和故宫博院院长等人 戴上VR眼镜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故宫典藏数位化的艺术品 目前正在港区艺术中心来展出 这个故宫是统治者收集的这些联查码 如果能够在最基层 我觉得这个对话的空间更大 所以蔡院长在提前说我恶话不说 我就希望能够全力来促成 但这是第一步我们希望能够逐渐更累积 跟台中结合的主题 那已经有一个北院一个南院 那台中要怎么 让我想到了国宝在树维化 所以我们希望树维故宫在清水 树维故宫在台中 保存物的同时让艺术下乡 故宫博院这几年来积极将典藏树维化 透过巡回整的方式让民众重新认识艺术品 像是这次展出的就是以书法和维画为主题 规划了主视觉区和书画新长区 书画当中尤其的话 对于它里面的题材 山水画特别多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展览 是以其中 宋朝的那个黄亭间 花气新人铁 作为我们整个策展的一个主軸 为什么用这个谈到花 花的话是明年我们台中市 举办2018世界花卉博兰威 不再受场地限制 运用多媒体互动装置 4K高画质影片和VR实镜等技术 把故宫典藏真实的呈现出来 展出时间到明年3月 这活动期间也补助了20所偏乡中小学师生 来参观展览 希望透过科技来缩短民众和故宫典藏艺术品的距离 记者李江台中 惨到